李正 敬禮 坐下 諸位學員有的從台東 坐了七八個小時的路 來這裡我們共同有一個理念 就是希望台灣 將來的台灣真正成為台灣人的台灣 不是一個被殖民的台灣 我跟諸位談話當中 我希望諸位要不要少看自己 你們來這裡我們共同討論一個主題 你們都是非常重要的人 台灣需要你們的努力 我總覺得我們這個社會 如果大家不但是很有愛台灣的心 大家都很有辦法 每一個人都每一個人 有特色的能力來貢獻給我們這個社會 台灣就會好 所以你們非常重要 不是只有站在這裡的一個講師 是很重要 所以雖然我已經七十幾歲 我還沒有放棄這個學術的工作 還繼續著作 就是說到我這個防昏的年紀 我應該能夠做什麼 只要不要腦筋退化 我應該還要為台灣做一點事情 我希望以這些話來鼓勵大家 希望諸位 無論是年輕朋友也好 我們顏志雲的朋友也好 你們非常重要 你們大家都很重要 好 那麼剩下的幾十分鐘 我要提醒諸位一下 宗教跟政治的關係是非常非常的密切 不要以為宗教另外宗教 政治另外政治 過去國民黨給我們一個非常糟的教育 就是政教分開 你們常常聽到了 但是國民黨從1945年跑路到台灣來 有沒有政教分開 我要講事實 我要講事實 沒有 沒有政教分開 不但沒有政教分開 那締造一個新房地崇拜 來麻醉這些學生 我就是被害者之一啦 我記得我日治時代 我當國小的時候 幼稚園還沒有 國小一年級 第二年級是跑空襲啦 根本沒有機會 好好的讀書在高雄市 我們每個 每個星期一的早上 要在操場 我念高雄的千歲國小 一年級國小 現在叫做河濱國小 校長先生要穿這個文官的服 很漂亮 弄了一個文官的小刀 然後 那個 教務主任 也是穿文官服 每個星期一的早上 要唱 KIMIGAYO 就是日本的國歌 然後 要響火轉 向東方的太陽 敬拜 九十度的急功 這個日本話 最盡力 不能馬上起來 好 起來 再起來 要停留 至少 有 有半分鐘 那這樣還不夠 像太陽 要聽聽那個 那個 校長先生 打開一個很漂亮的 那個漆漆 裝的一個皇帝的赤魚 那皇帝的赤魚 就要開始向東方念 敬 我摸你我摸摸摸摸 我只會念這一句 我們這位朋友 他一定有這樣的經驗 如果是七十幾歲以上的人 那回到我們的教室 還不能坐下去喔 回到教室 有啦 那這個 念這個皇帝的字以後 校長就訓話 會很長 短短的 然後進這教室 很規矩 穿著制服 那回教室 還沒有坐下去以前 要喊一口號 有的人類的道具 不會也喔 我那時候還不曉得 這是什麼意思 不會也就是美國跟英國 注意 人類的敵人是 是美國和英國 有的人類的道具 不會也喔 我們就是這樣受教育 那然後才能夠 念書 戰後 我迎接過中國兵 在高雄的車站 在南州的車站 也迎接一次 我第一次看到中國的軍隊來 非常的失望 那時候我只有八歲 九歲 從三年級念起 中國兵 非常的懶散 他那個 那個大鍋 大鍋 挑大鍋的走前面 哪裡有這樣的軍隊 那 他的這個衣服 跟日本兵 差了 差了天與地 我很難形容 所以我寫了一個打油詩 說學生排隊車頭前 生心歡迎中國兵 大鍋大燥 怕頭前 看到心肝冷一邊 不曉得你們聽得懂嗎 我說學生排隊 在車站前面 誠心歡迎中國兵 但是呢 大鍋 挑那個鍋 挑燥的 走前面 看到心肝冷一邊 看到心肝冷一半 你說這樣的軍隊怎麼打仗呢 怎麼會打贏 其實 蔣介石從來沒有贏過一次的這個 抗制戰爭 這是美國人替他打的 功勞都是他的 所以我們的歷史都講錯了 我以為說戰後啊 會改變 可能這個調調會改變 結果我發現到沒有 沒有改變 換湯沒有換藥 現在變成怎麼樣 新皇帝崇拜來了 我小學時候 一定要每年 要一兩次 在高雄的壽山 拜 這個神社 大神社 阿玛特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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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著去拜 但是戰後呢 同樣的 我們開始的時候 沒有曼達琳 沒有這個滿洲 滿大人的話可以讀 沒有老書嘛 讀台灣話 是台灣的這個漢文的音樂 這是我們的教科師喔 沒有北京話的 從四年級開始才念北京話 那個時候開始上軌道 現在不麻糊啦 進入教室以前 要唱 要升起喔 神傳專利 武當所終 都是他們那一套東西 國民黨的 然後呢 還要唱黨歌 不是國歌喔 選民主義 武當所終 我也不是國民黨員 我唱這個歌幹嘛 用黨歌變成國歌 只有一個獨裁政府才做得出來 唱完了呢 因為在中山堂 要像那個孫中山 他是一個基督徒喔 要進禮 一級公還不夠 再幾公 再三級公 我做日本時代的國小 只有一級公而已 90度的進個禮 現在要進三個禮 然後還要念 新皇帝崇拜的詞語喔 以致力國民革命 環世十年其目的 再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你們有沒有這個經驗 應該有吧 日本話的 進 皇帝的著稱叫做政啊 進 那換來一個朝代 以致力國民革命 我致力國民革命 一樣的 一樣的 政治 政治宗教的 一個理事 這樣還不夠 國民黨逃命來到台灣 1950年以後 故意 故意 要我們去祭孔 祭孔子 拜孔子 我都是講歷史事實 我不是 我不能講謊話的 這是歷史就是歷史 那祭孔大典 他用在什麼時候 教師節 9月28日 那祭孔子的目的 不是真正的拜孔子喔 他是一個政治宗教的戲 他在作序 他用牛羊豬為他的這個sacrifice 台灣人不敢用牛喔 他用到牛 牛羊豬去拜孔子 拜天祭孔子 那然後要做戲 跳一個八億五 做做樣子 祭司長是誰 總統 因為這是國家宗教 你們不曉得 有一個國家宗教 他叫我們政教分開 其實他自己在實行國家宗教 所以國民黨所說的話 都是謊言 一片謊言 就是騙我們 騙騙騙 祭司長是總統喔 總統不能在9月28日 孔廟祭孔 代表人是誰 內政部長 各縣市的縣市長 這是祭孔子的祭司長喔 所以台灣有將近20所 20間的孔廟 台灣有25個縣市 將近20所孔廟 孔廟的維持用我們碎金去維持喔 你說這不是國家宗教是什麼 最明顯的一件事情 國民黨的憲法裡面 他維持一個 不僅是祭孔大典 維持一個大聖至聖先師 奉世觀 以前是孔德整現在死俏俏啦 他的後裔 孔子後裔當然變成祭孔大典的奉世觀 他領什麼薪水你知道嗎 不是部長級喔 領院長級的薪水 你說科技時代已經沒有了 民國時代已經開始了 還來做這一招 這是麻醉人心 因為國家儒教的教義 就是在學校裡面的思維 禮義廉恥 巴德 忠孝仁愛 性和平 裡面當中一定有老師 我講的你們都知道 這一套東西都是孔子的理論 視為禮義廉恥 結果真正有禮義廉恥嗎 沒有 國民黨最沒有禮義廉恥的 無禮 無連 都是歪歌嘛 無辭 都是講謊話 633都不能兌現 在馬英九的謊話 這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那巴德 忠孝仁愛心和平 民主國家沒有忠的這個教條 忠是封堅帝制時代 市民是他好像這個皇帝的財產一樣 忠以皇帝 忠以父母官 民主國家我們是子人耶 你所有的公務員都是我們的稅金所請的耶 你做不好請你下台 你馬英九做不好你下台 吳敦義你騙我們 你下台 我們是子人 所以民主國家在講什麼 講責任 英文叫做Responsibility 責任政府 責任公民 你要投的這一票 不要被一千塊 五百塊兩千塊買去 我們的人格 只有值兩千塊嗎 為了台灣的安全 為了台灣的進步 不要被錢買去 所以這是台灣人的良心啊 台灣人要出頭天 要頂天立地 一定要知道這個事情 所以國民黨到現在為止 還維持一個國家宗教 就是國家儒教 State Constitution 我沒有講這個你們都不知道 更可惡的 他把三民主義 宗教化 就是我們研究宗教史的才知到這一點 你們知道 宗教的基本條件 第一個教主 第二個經典 第三個教條 第四個信徒 第五個宗教儀式 結果呢 國民黨帶台灣來 弄成一個國家儒教 還不夠喔 還不夠徹底喔 他要把你把台灣人的民心 都麻醉的 變成一個乖乖牌的順民 乾脆用一個政治意識形態 放在憲法裡面 就三民主義的教條 所以 我把它稱為三民主義教 因為我們從事這個比較宗教學的 研究的人 馬克思主義是一個 二十世紀的 宗教化的東西 我們把它稱為 quasi religion 類似宗教 類似宗教 英文叫做quasi religion 我來分析給你們看 宗教的基本條件 有教主 三民主義教的 教主是孫中山 宗教的基本條件 一定有先知先覺 三民主義教的先知 不僅是先知 是新皇帝 是蔣介石 蔣總統都要立正 英明領袖 政治宗教的經典 三民主義 政治宗教的教條 就是國語教 所以念了大學 念了高中 一定要念國父語教 這一點你們知道嗎 這樣還不夠 還要州會 還要業力會 都是新皇帝崇拜的 拜拜的儀式 他還有國際觀啊 但是三民主義教的國際觀 很宅 只有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那三民主義教的信徒 當然是國民黨員啊 那三民主義教的 那三民主義教的 國家觀 國家 黨跟國分不開 愛黨就是愛國 愛國 一定要愛黨 一黨專政 所以國庫呢 變成黨庫的東西 所以今天全世界 最有錢的政黨 在台灣 就是國民黨 因為他有一個三民主義教 在維持 連國歌都是三民 都是國民黨的黨歌 三民主義 武當所中 欸 你們唱得出來嗎 我唱不出來 我唱不出來 我有個學生 以前在台灣升學院讀書的時候 一個女生 他聽我這個講課以後 有一次在看電影 唱了這個三民主義的電影 都有嘛 在二十幾年前 他不站起來 結果被特務抓出來 勝出一配 他告到警察局去 也沒有事啊 就是這麼樣的野蠻 所以 我們這個國家 哪裡像是國家 是黨的東西 所以我們 你看 國民黨統治台灣66年了 到今天為止66年了 台灣人 執政八年 阿扁啊 一下台就被關起來 阿扁啊有什麼罪 國民黨 一年喔 七年的那個 黨產的歷史 二十九億台幣 農民跟勞工窮得不得了 原知名也是很需要人幫助 他有沒有愛心拿出來嗎 原知名的原委會都是他控制的 沒有用啦 沒有用 沒有用 所以都是 這個 這個政府 都是欺騙的政府 八十九和八十幾 全部都是一片的方言 六三三一點 一點都沒有實現 所以我指這個就是說 我們有好多國家宗教 一個是政治宗教是三民主義教 一個是國家儒教 就是到各縣市都有這個孔廟 九月二十八日利用教師幾代祭孔 用宗教麻醉人心 是國民黨的一個特權 這一點你們應該要知道 好 那麼講了這個以後 各宗教也有問題 我剛才已經說啦 宗教的用語 經典的用語 包括基督教 不是科學的用語 神 天堂 地獄 天使 末日審判 都是一種symbolic language 象徵語言而已 就是提醒我們 善惡要分明 提醒我們良心要正確 所以宗教的功能是在這裡 每個宗教所欠的善都不同 每個宗教所講的鬼跟神也不同 所以你們不要以為說 我講一個我的經驗的例子 有人問我說 我也是牧師 但是我不在教會 我一輩子都在教師 懂牧師 某某人患到鬼 你有沒有空替我們禱告來趕鬼 我開玩笑的問他說 好 你說你患了鬼 你先告訴我 你患的鬼 是印度教鬼 伊斯蘭教鬼 還是中國的儒教鬼 還是道教鬼 還是地製教魔鬼 撒旦 還是民間信仰的三分七破所變的鬼 他回答出來嗎 沒有辦法 我不知道 就患道鬼而已 所以這個是一個宗教語言的問題 因為每個宗教的鬼都不同 請你們記得 而且每個宗教對鬼的形成也都不同 所以你們一定要用這個腦筋去做一個嚴格的思考 那既然宗教語言是一種象徵語言 我們宗教信仰就要選擇了 不要我敢說你敢信 我就變成信徒 我就變成教族 沒有那麼簡單 你們要用這個腦筋 天生我這個腦筋一定有用的 你們要讀書 要做個很嚴格的批判 所以從這個引導到宗教跟政治的關係 我覺得中方宗教最大的缺點 就是講個人 利己主義 獨善主義 因為東方宗教從印度教也好 從佛教也好 講修道 修信 講既功德 既的功德不是為全民既的功德 是為自己 希望能不能上西天 最不幸的就是屬命論的問題 東方宗教 我不要講太多 講台灣就好 東方宗教有兩種屬命論 一種是行為屬命 佛教的 種瓜得瓜 種鬥得鬥 行為使命 好 所以生前你不要亂殺雞 你要到六道輪迴 也會變成一隻母雞和公雞 不要常常吃雞湯 也會到出生道去輪迴 種瓜得瓜 種豆得道 也要做好事 不要做小偷 不然的話 你還會被貶到這個惡鬼道去做惡鬼 要修道 修得最好的人才能夠到六道輪迴 天道 人道 阿修羅道 出生道 惡鬼道 第一道 所以最好的 可以到天道去做天龍八部 根據行為 所以行為屬命就是夜感英國 叫做Raw of Karma 這一道我是最清楚的 那麼 根據行為屬命的宗教是佛教 佛教有他偉大的地方 我不是批評佛教的不好 我是講基督教有很多的毛病 那佛教 能夠幫助我們的一點只有菩薩道 因為菩薩就是指思想 原來 佛教沒有就是指思想 沒有菩薩道的 上座不佛教是最正統 但是你出家就是羅漢 你永遠出家 不凡事 到最後會成佛 只有兩個階段 一個阿拉哈 一個是佛拉 兩個階級 但是大聖佛教 多來個菩薩 所以有日本學者 他就斷定 菩薩思想 從基督教得來的 從南印度的基督教得來 這個不是我說的 是日本一個學者 因為菩薩精神 就是指的精神 人間的苦難 不止息 我不成佛 地獄不空 我不成佛 地藏王的死 這個很偉大 所以佛教也可以走進 社會人群幫助人 那通過這個菩薩道呢 有很多佛教的出家眾 自焚而死 為了一個政治理念 勇敢跟他拼 不是為了我自己 為了大家 所以佛教也有很多 走這個菩薩道的人 犧牲自己 完成 完成一個民主的一個心願 所以 東方宗教的缺點就是講 修道修得太厲害了 修濟功德會 每年 我一個朋友告訴我 修濟功德會 所收入的點 大概一年有60億台幣到70億不等 但是修濟有用在台灣 他有一個醫學院很好 有一個修濟醫院在花蓮 幫助原住民這個很好 但是可惜 掌錢的人 有很多不乾淨 有很多不可告人的事 這是真的 修濟 你說 他有做很多功德嗎 但是他修濟有沒有 為了我們的同胞 為了國家的命運 來著想 沒有 我記得我一個朋友 陳詠欣 現在在羅東聖武院當院長 他曾經在花蓮競選縣場 他競選的時候去拜訪 這個 政言法術 不是聖言 聖言跟我也是朋友 已經去世了 政言法師 他都是這個應孫法師的徒弟 他怎麼回答 他說 佛家不參與政治 結果他也很政治啊 他都是 最後還是 還是都是國民黨 聽國民黨的話 這是很不公道的 所以 如果一個人修道 如果這一套的修道道理 能夠為了整個台灣 拯救台灣的同胞 這種修道我贊成 不是為了自己而已 希望我可以上西天 東方宗教都是一樣 從印度教也好 西克教也好 西克教比較好一點 從這個奇拿教也好 都是修道都是自己的 因為他相信 夜感因果 相信行為屬命 種瓜得瓜 種多得多 或者他的靈魂觀念 佛教的靈魂觀念 你們知道嗎 他原來是沒有靈魂的 佛教講六道輪迴 死的時候 那個生命的存在裡 叫做中陰生 七七十九天以內 最快七天最慢 七十九天一定要進入輪迴 不然就沒有了 後來不曉得 這個Nagajuna跟這個Basmanu 世青跟龍士 發明了一套的大聖思想出來 變成有靈魂 有靈魂才有超度 那有超度到那裡去 到天堂 佛教是講涅槃的 沒有天堂 突然間淨土中 跑出一個西天極樂淨土的天堂出來 所以這是 宗教互相混合的一個證據 所以佛教偉大不錯 一貫道也是 道清也是很好的 但是很可惜 他們的修道是修自己 如果他的修道可以幫助整個台灣獨立建國 這個修道我是贊成的 但是獨善之意比較強 那再來民間信仰不用談 民間信仰跟道教都受國民黨的控制 那些廟宇的角頭 不是藝人 這是黑社會的角頭 我不是亂講的 我舉個例子 台灣最有名的一個巡禮 馬祖的祭典是大甲鎮南宮 大甲這個馬祖廟的大腳頭是誰 是海線的一個黑道的大哥 嚴親票 我曾經寫個文章逼逼他 我被告 被告 但是沒有起訴 那個時候在府人大學 接到一份不起訴 我嚇了一跳 什麼時候被告 因為寫一篇文章 在台灣日出發批評他就被告 馬祖如果是真神的話 台灣的廟宜 給這種黑道腳頭把持 馬祖給你多靈驗 就是麻民轉倒飛 沒有面子見人 沒有辦法 台灣的宗教生態就是怎麼樣子 那一套能夠幫助台灣頂天立地 出人頭地 做一個國家嗎 他不可能還拿新台幣到中國去進鄉 被統戰還不曉得 所以台灣的廟宜 很多的廟宜都有一些總統的提扁 不相信你們去看看 看有沒有 我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現在連馬英九的扁都很多了 所以台灣的廟宜都跟政治有關係 他們敗敗的目的是求平安天福壽 不會為他同胞來著想 這是很可惜的 那麼 宗教 我們就需要選擇 包括基督教 我話說回來 比較能夠為了 社會大眾 謀福烈的宗教 都是一神論的 猶太教 猶太人受了很多的苦 我大概 下個禮拜有一本新書 摩西與猶太教 就是希望這本書裡面所談的 能夠提醒台灣人能夠出人頭地 猶太人這個名字 非常不簡單 王國2600年 還能夠在1948年 在巴勒斯坦復國 以色列國 為什麼 因為他們流了太多的血 受了太多的苦 一個王國2600年的名字 還能夠建國 這是奇蹟啊 奇蹟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二次世界大戰 被希特勒屠殺610萬人 戰後的台灣的總人口才有600萬人 他被屠殺610萬人 我在這裡順便講一個 二十世紀四大殺人魔王 你們知道是誰嗎 中國人佔了兩個 第一個 殺最多的是斯特林 7千多萬 蘇聯他的同胞殺不完 其他動歐的 只有反抗歐 全部都殺 第二個殺人魔王是中國人的毛澤東 五千多萬而已 第三個是蔣介石 一千七百多萬 第四個是希特勒 一千三百多萬 好 人殺人 實在是人類實在是非常非常的殘忍 他們都有宗教 所以我做了一個打油師 特別是蔣介石的打油師 是用台灣話做的 他說他是基督徒 我是牧師 宗教的問題我們要用腦筋去過濾過濾 不要奉耶穌的名信耶穌去漂白 他的罪惡還是要經過歷史去清算 不過話講回來 一般來說 一神論的宗教 先知性的宗教 比較不怕死 這種宗教呢 他們比較會犧牲自己 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你說我引用幾個例子 猶太教 剛才所講的猶太教 就是一個例子 猶太人是不怕死多 如果你們有機會到聖地去 有一個 猶太人的一個 以前西里王的下宮 就是Masada 公元七十年的時候 他對抗羅馬殖民政府 最後退到那個 沒有必方退了 九百多個人退到那個 山上的下宮Masada 被羅馬軍隊包圍一年多 最後沒有水喝 沒有東西吃 九百多人 大人小孩全部自殺 流血 所以怪不得他們會建國 因為他們 他們勇敢的犧牲 苦得起 我看這個 一神論的宗教 就留下這個先知性的 這種品德給我們 台灣人太缺乏 苦得起的心 因為台灣的宗教 三豬香抓起來 就是 讓我平安 讓我怎麼樣 不會為了別人 來禱告什麼 所以猶太教是這樣 伊斯蘭教是 也一個極端 伊斯蘭教也是先知性的宗教 伊斯蘭教的宗族 有一個聖戰 Holy War Hazi Holy War 但是這個Holy War 本來是宣教的一個手段 他們對安拉負責 他的經典叫做古蘭經 結果很不幸的 被像這個 偉大這個伊斯蘭在巴勒斯坦建國 製造一百多萬的巴勒斯坦難民 所以這個巴勒斯坦的問題 有人議員說 可能成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到火線 有可能的 並不是不可能 因為民族的戰爭 也跟政治有關係 以色列人 復國 但是這些 住在那邊 幾百年的巴勒斯坦人 沒有 他的故鄉都沒有 你說不恨嗎 所以 這個伊斯蘭教的 有一個宗旨 被變成了這個 對抗西方 同情猶太人的一種手段 叫做terrorism 恐怖主義 我為了殺光這個 這個讓猶太人 回去建國的 這些美國人啊西方人啊 所以我用聖戰 用聖戰 所以我們要很小心 現在出國 要檢查很嚴格 連皮鞋都要脫起來 怪不得嘛 因為現在很進步 連那個炸藥都是塑膠做的 你查不出來 要嚴格檢查 所以 先制性的宗教有它的好處 一個人為了同胞來犧牲 一生日的宗教有 基督教也有 基督教有一個生命共同體 這個生命共同體呢 我們缺乏 我們缺乏 基督教的生命共同體 有一個叫做上帝國 上帝是天父 人類是弟兄姊妹 所以 任何一種 一種人 什麼種族都好 他有困難 我們要幫助他 因為大家都屬於一位 天上的父親 所以至少 這個地球村的理念 不是從東方宗教開始的 是從西方基督教文化開始的 因為神是一位 他是天父 人類是弟兄姊妹 戰爭就不對 欺負就不對 殖民之義就不對 這一點呢 應該國民黨的政府要好好的去 去悔改 你說我們都是同胞 哪裡是同胞 你說勉強要把 原自民當成你的同胞 是說謊話 他跟中國人沒有關係啊 連我都沒有關係 至少我的協同 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是台灣的原自民 南島族群的協同 哪裡是中國人啊 所以我們應該要勇敢的說 我是台灣人啊 我不是中國人啊 連這個說不出來的話 我們就沒有資格 坐在這裡當學員 所以以後請你們不要說 本省人外省人 只是把自己矮化 你說我是本省人 那這一省是誰的省 中國的省 不對啦 我是台灣人你是中國人 大陸也不能講 哪裡有大陸 日本時代說內地 日本人講到內地的時候是指 內地日本跟台灣合在一起 我們不要講大陸 中國跟台灣哪裡有什麼大陸 所以這個觀念上 我們應該要來清楚一下 所以因為時間非常有限 宗教跟政治的關係 我有幾篇文章 像那個宗教信仰與台灣建國 在我的一本書裡面 台灣宗教論記裡面的第一篇 就是這麼說 還有宗教信仰對台灣人 政治態度的影響 講得很詳細 那今天跟大家所談的 是隨便談而已啦 不是很具體 不曉得知味學員有什麼問題 要問我們的時間到什麼時候 50分還是到12點 50分那已經過了一點點 好 那麼以後我們有時間再談 非常高興跟諸位認識 我最後的話就是希望你們記得 你不要自貶自己 你們都非常重要 你們在台灣社會上你們都是精英 台灣需要你們 台灣會好就是大家都很有能力 來做事情為同胞為社會做事 台灣才會好 不是只有某一個人很強 這個社會會好 不可能有這個事情 所以謝謝你們的忍耐 我們的功課到這裡為止 謝謝 謝謝 很快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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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